昨天呢我们说的是这个评估里的这个客户表格 今天呢我们说这个评估计划里面的世界评估姿势还有处诊 具体一点了 什么是这个视觉评估姿势评估还有处诊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一个出现的单词 Communication Level Communication Level 有人有同学认识这个单词吗 什么是Communication 交流 对交流 也可以说是沟通 那么加一起呢这个Communication Level 就是沟通水平 这个TION 尤其这个英文差一点 同学啊这个看后面后围有TION的 不要太慌张啊 这个就是表示它的一个状态 那明思性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看前面就行了 有TION这种词尾的就不用太注意背这个词尾了啊 一看就知道 前面Communicate 就是沟通交流的意思 好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沟通水平这个东西呢 我们看一看它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啊 沟通水平 Quiet 安静 Not Response 无反应 Silent 沉默 好 沟通水平 它说有的这个客人怎么样呢 Quiet 安静的 Not Response 没有反应 你跟他说话都不反应 还有这个Silent 沉默 沉默 也就是它不理你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说明他沟通水平有限 对吧 我们在做这个啊 评估的时候 你问一个客人 我们平常也会遇到什么印度人的 西班牙裔的这个客人 啊 你这个怎么样啊 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他听不懂 他不理你啊 所以这个说明沟通水平有限啊 所以大家碰到这样的客人就知道了 这这个不是语言可以正常沟通的 好 communication level 是沟通水平的意思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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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什么呀 我们昨天看见过这个词啊 这是什么呀 视觉的 视觉的 vis 啊 英文差的东西就看前面有vis 视觉 视觉 视觉的评估 那么这个视觉的评估 大家想一想都什么情况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属于世界评估能够评估出来 视觉评估啊 刚才说了 步态 他的这个姿势啊 都算啊 都算视觉评估当中啊 另外呢 还有什么呀 还有看他身上有没有红种这种颜色的变化都可以啊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叫做呼吸模式 啊 刚才我们说步态啊 姿势啊 直体员啊 这个会总结 呼吸模式 哎 大家想想为什么这个呼吸模式是属于这个世界评估的 而这个呼吸模式他评估的是什么呢 嗯 情绪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呼吸 精神状态 他哭了 对吧 另外呢 还有就是他是否有痛感 我们做按摩的时候啊 当给客人做按摩的时候 呼吸他突然变得急促了 有可能你碰到他疼的地方 这个非常明显啊 哎 你看到这个客人呼吸越来越平稳 有的都打呼噜睡着了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做的非常有效果 那这就是视觉评估 视觉的breathing pattern呼吸模式body language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 这肢体语言 他的动作 比如说有一道这个问题就问啊 当你 按摩一个客人的时候 你一碰到他的腰 哎 他就躲 你一碰他腰 他就往旁边躲 你说这个属于什么问题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大家想想 哎 对他肯定是痛了 对吧 他不舒服 所以他怕 他去躲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讲这个答案叫非语言交流啊 就是 没有跟你说话 他就表现出来了 就是肢体的动作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碰他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经常会遇得到啊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有的这个客人他有什么地方做过手术 或者不舒服 哎 你一碰他就躲啊 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一定要轻轻 好 下一个 emotion relieve emotion r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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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释放出来 哎 释放出来 这emotion呢 情绪啊 情绪 emotion 英文差的同学一定要把这个词认一认 emotion 最近在一两年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个emotion的题目啊 关于情绪 情绪的释放 哎 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什么是情绪的释放 哭了对吧 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客人哭了 哈哈大笑 是不是 生气说了很多这个咒骂的语言啊 这都是情绪释放 包括刚才提到的什么呀 呼吸模式的改变也属于情绪释放 情绪释放change in breathing pattern呼吸方式的改变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concern or anxiety concern A 担心忧虑 anxiety也是焦虑 这两个是禁忆词 这两个是禁忆词 包括刚才这个emotion 还有忧虑 担心 这几个词啊 英文差的东西一定要拿小白白白的记下来啊 这几个词最近在考试当中出现频率蛮高的 一定要知道 那么 当忧虑或者有焦虑的时候 这客人他有这种情绪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观察出来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大家想一想 嗯 精神恍虑呢 因为趴着啊 可能不一定能够这么明显 呃 这都说明他有焦虑或者忧虑的这种情况 表示呢 对按摩师可能不是太信任啊 或者是有点害怕 包括他这个 躯在躲啊 平背 哎 这个平背 平背的状态是什么呀 好 我们看一看啊 给大家一个图 这个就是平背和正常啊 正常是绿色的 我们的脊椎 有不同的曲度 颈椎是 向前 胸椎向后 腰椎向前 哎 这是一个S型的一个曲度 这是正常的 平背的话呢 他腰椎的曲度 向前的曲度已经没有了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是向前的曲度已经没有了 那 胸椎的曲度呢 也减少 颈椎呢 向前 forward hand 啊 头向前倾 而且最关键的 骨盆是什么呀 哎 骨盆这是后倾啊 骨盆后倾 骨盆后倾啊 当骨盆后倾的时候 他这个 腰椎的曲度才会减少 骨盆前倾的时候 腰椎更向前突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对于腰椎和骨盆的关系 啊 啊 腰椎前突 骨盆前倾啊 这样的一个关系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 不要混 这是经常会错乱的一个知识点 好 有很多同学分不清这个啊 一说这个平背 就是这个后背是平的 不是说的是腰部是平的啊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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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病态的步态呢 大家想想 见过病态的步态吗 离路爱邪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走路画圈圈啊 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图 说白了就是看过这个赵本山的卖拐吗 那就是那个样子啊 画圈 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次来形成叫walking circle 啊 walking circle 步态walking circle 走路画圈圈 哎 就是这样 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步态 postural postural 这是姿势 哎 这个是姿势 这可不是后面啊 这是姿势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啊 这是姿势啊 姿势 post u r 这是姿势 post er 是后 所以不能只看这个post 啊 英文差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这点啊 英文好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这英文差的同学一定要分清的 post 不能作为一个啊 背单词的一个啊标准 因为后面 post ur 是姿势 postural 啊 post er poster 是后面 有区别的啊 有区别的 好 正常的解剖学姿势 大家能给我形容一下 什么是正常的解剖学姿势 嗯 手臂向前 手掌向前 对 没错 两脚被平开 嗯 嗯 没错啊 脸向前 啊 目平视啊 头方正啊 身体笔直 然后呢 这个两手 手掌向前 手指向下 那双脚平开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常解剖学姿势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姿势记清楚 所有所有我们运动机能学 还有这个评估呃动作这样的应用题 他说哪一个肌肉如何如何 这个人做什么动作 什么姿势都是以这个为标准啊 没有这个标准 无从谈起 好 姿势 fit slightly apart 脚稍微分开 and hamming loses 手臂下垂 front and transverse planes 正面和横向平面 好 跟了你几组啊 第一个呢 就是脚稍微分开 slightly apart 啊 脚稍微分开 这是一个姿势 手臂呢 下垂 arm and handling loss 啊 手臂和手往下 向下面垂下来 还有正面和横截面 还有是冠状面 这都是属于一个姿势当中的一个范畴 正面反面 横截面 都是姿势的一个范畴 好 在下一组 posterior view posterior 这个才是后 这个才是后 poster 才是后 will will是什么呀 v-i-e-w 看 对吧 向后面观察 后看 这个后视角度 这是什么意思呀 大家有理解的吗 对 就是从后面看 那么我们说一个人站在那儿 从后面看 可以看见什么样的一些股性标志 对 股性标志就是能够看得到的突出的骨头 大家想想能够看到什么地方 哎 什么地方 什么骨头 你一看这个骨头你就知道这是后面 有东西说是尖锋 嗯 还有吗 肩胛骨 嗯 肩胛骨一看见 枕骨 哎很好啊 枕骨很好 非常棒啊 这些地方都是后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啊 后面很明显的一个标志 题目当中呢给的是肩胛骨啊 尤其是肩胛骨后面的肩胛港 啊 肩胛港 后视Scapulus肩胛骨 因为这肩胛骨从前面是看不到啊 被这个肩骨打来了 upright 直立 啊 upright 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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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right 啊 向上就是对的 就是直立 啊 起立站起来 大家想想啊 这个人要站在地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的肌肉 嘿嘿 腿 嗯 具体说是腿的什么地方 具体说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小腿啊 直立 直立 肥肠鸡 肥肠鸡啊 比目一鸡啊 这小腿的肌肉啊 小腿肌肉如果要是不给力 站不起来 大家想想这骨质鸡再发达 肥肠鸡不收缩啊 能站起来吗 那最多是跪着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 就是肥肠鸡 这属于直立啊 直立是用这套肌肉 这属于姿势评估当中的啊 说这人站不住 这是什么肌肉肯定有问题啊 这个肥肠鸡是肯定有问题 对吧 Palpation Palpation 处诊 啊 处诊 Palpation 英文差一点 同学呢 看看这个单词非常有单词特点啊 PAPA 中间一个L 特别好认啊 基本都会认得这个词啊 再认不住的就是PAPA 就是处诊 就是处诊 好 那处诊呢 我们给了几个单词 大家看一看 处诊症 处诊 处诊 需要观察 处诊的评估 这个就已经不是生词了啊 处诊的评估 处诊的评估 我们评估什么组织 大家想一想 没错啊 这点非常关键啊 大家一定要对题目和知识点有所理解 有同学说呢 摸摸骨头这算不算呢 算处诊 但是我们按摩师不摸骨头 我们按摩师摸的都是肌肉和软组织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啊 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做题所有的出发点 思考问题 都是从我们是一个按摩师来 做原点 你作为一个按摩师 你要怎么考虑要怎么做啊 并不是你当一个医生或者你当一个普通人 会如何 而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按摩师 你要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在按摩师考试的这个范畴当中处诊评估 就是软组织肌肉组织 好 那么我们如何做这个处诊呢 大家想一下 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处诊 需要注意些什么 想按按钮 想处诊 这个很关键啊 想问一下客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知情同意 对吧 我可不可以给你做这个处诊 我可不可以触碰 这个的确是很关键的一个事 客人说不行 哈哈 我不让你碰 那干脆什么都别谈了 也别做处诊 对吧 客人同意了啊 你在做这个处诊 我们做处诊的时候 可以像这个 这个这个点按钮似的吗 就是摁一下摁一下摁一下这样 不行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 处诊评估 muscle soft tissue 肌肉 软组织 slowly more deeply 更慢更深 这个就是处诊的原则啊 要慢慢的 slowly 和deeply 深深的 当然了现在有同学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执照啊 接触的这客人也不多 以后在实践当中啊 接触了更多客人的时候 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处诊的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我们要慢慢的 和深深的去摸客人身上 触摸客人身上的这个肌肉和软组织 来感受它有何不同 有没有节节啊 有没有痛感 你一按哎呀 他感觉到肌肉紧张 有没有发热 对吧 所有所有这一些有没有调锁状的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肌肉的脚锁啊 有这种情况呢 包括有很多的客人身上都会有一些小的节节啊 在这个肌筋摸组织当中 这些都是痛点啊 大家注意这些啊 考试不考这么深啊 但是在实践工作当中 我们会遇到 哎这个姿势 姿势 姿势 姿势的什么呀 错位 啊 miss alignment 姿势的错位 mis miss 就是乱 啊 比如说mistake 对吧 就是乱叫 姿势的错位 啊 姿势的错位 我们给到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呢是处诊啊 在处诊当中我们会 了解到有一些姿势的错位 姿势错位 姿势错位 pactation 处诊 endangerment site endangerment site endangerment site 危险区 哎 什么是危险区啊 锅窝是危险区 嗯 小怀是危险区 嗯 对 没错啊 像锅窝啊 夜下呀 腹沟啊 还有只有我们脖镜的位置 其实都是一些危险区啊 大家要注意 啊 题目当中给出的危险区的概念 大家看一看 危险区 special consideration 特别考虑possible injury 可能受伤 可能受伤的地方 就是危险区 啊 要特别考虑的地方 也是危险区 比如说我们锅窝啊 夜下呀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 特别容易受伤啊 所以它是危险区 Bone landmarks brecherplex 好 提到一个具体的支持点了 大家看一看 Bone landmarks 古姓标志 没错 后面这个词是什么 brecherplex 这是什么 哎 什么从 你看英文还可以啊 认识这个从 前面这个字是专业名词的 要 把这个好好认一认啊 这是手臂 臂从 啊 手臂的意思啊 臂从 臂从神经 臂从神经 臂从神经在什么地方 它有什么特点 嗯 在锁骨下面 嗯 在颈椎啊 胸壳出骨综合症 好 臂从神经 起于什么地方 起于颈椎啊 通过锁骨夜下 来指导我们的手臂 臂从神经 还分为三个分支 分别是 齿神经 饶神经 和正中神经 哎 它对应的 病症 叫什么呀 叫胸壳出口 综合症 对 这是臂从神经啊 没错 骨性标志 骨性标志 必从神经 clavicle 鎖骨 鎖骨 是必从神经的一个骨性标志 鎖骨 鎖骨 錄诊 万区基的时候 我们要处整什么地方 想一想 我在复习的时候 再三强调过 万区基和什么有关系 还记得住 记不住 是高尔伏丘肘 高尔伏丘肘 和万区基有关 高尔伏丘肘除了和万区基有关 还和什么有关 我说像一个公式一样 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分别是什么呀 高尔伏丘肘 区万 内上科 大家记这个支持点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三个条件都记 记在一起 他们是一组的 内上科 高尔伏丘肘 区万 也就是万区基 相反 外上科是什么呀 网球肘 升级 触诊万区基 median eq 内上科 populating 过瓦 过瓦 过瓦这个词也很多同学一下子认出来 pop 一个 一个P是大腿 一个P是小腿 中间一个O 这是过瓦 过瓦在什么地方 膝盖的后面 它属于什么区域 危险区 危险区 过瓦 你膝盖 危险 Palplated tap of fibula 诶 触诊肥骨头 没错 这是触针肥骨头 好 大家想想触针肥骨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涉及到 哪些肌肉 换句话说 就是肥骨头 有什么肌肉在附着 肥骨肠肌在肥骨头 没错 肥肠肌可不在肥骨头 肥骨肠肌 还有吗 比目一肌 还有吗 还有吗 古二头肌 古二头肌 扩进膜章肌 可不在这 好 给大家看这个图 我们先看 扩进膜章肌在哪 这个是扩进膜章肌 这个是扩进膜章肌 扩进膜章肌跟肥骨头一点关系都没有 肥骨头在这呢 看见没有 这个是肥骨头 这是肥骨头 这个肌肉是谁 想一想 这是小腿 这是肥肥肠肌 所以肥肠肌的节点在什么地方 在肥骨上 它没有在肥骨头上 我们把这个缩小一下 看一看 肥骨头 这是什么呀 这个肌肉是比目鱼肌 对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肥骨肠肌 肥骨肠肌 然后这个是什么 股儿头 肥骨肠肌 这就是它的一个关系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 触诊肥骨头 Paranus lungus 肥骨肠肌 Saulex muscle 鼻目鱼肌 Bisects Femoris 股二头肌 三个肌肉 肥骨肠肌 鼻目鱼肌 还有股二头肌 是附着在肥骨头的 Palplated lateral malleolus 触诊 这是什么 外 这是什么 malleolus 是什么 外什么地方 外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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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记不住这个怀 大家看看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个梦 尤其女生去溜梦的时候 什么地方最酸痛 脚踝最酸痛 外怀 是触诊外怀的地方 好 题目当中告诉你 触诊外怀 实际上就是在问 外怀 涉及到什么肌肉 大家想一想 外怀可以涉及到什么肌肉 很好 肥骨肠肌和肥骨短肌 我们再看这个图 这是外怀 这是外怀 外怀底就是肥骨肠肌 肥骨肠肌和肥骨短肌 两个肥骨肠肌和肥骨短肌 外面肥骨肠肌 里面这是肥骨短肌 肥骨肠肌和肥骨短肌 在外怀这个位置 触诊外怀 触诊外怀 paranews lunges肥骨肠肌 paranews brevice肥骨短肌 dorsum life pid is palpated 还是触诊 palpid 触诊什么地方啊 dorsum life 这是什么意思 足备区 这pid是什么 是足 对吧 加一起 这就是足备 就是脚背 触诊脚背 啊 那么大家最主要 就认识这个 这是什么 pid就是脚的意思 所以触诊足备 触诊什么地方啊 就是脚 脚背触诊 fit脚 好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啊 这个脚背 脚 大家要认识这个字 appropriately touch touch 触摸 哎 适当的一个触摸 为什么叫适当的一个触摸呢 也就是说我们给客人做按摩的时候 都是需要触摸的客人的 肌肤肌肉的 啊 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叫做文化的多样性 和恰当的触摸 understand cultural diversity 了解文化多样性 了解understand culture 就是文化的一个多样性 也就是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对于触摸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比如说这个犹太信犹太教的 女生 他是不能让其他男生来触碰身体的 所以呢 犹太教的女生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找女生来 你说安排一个男摩师去 他不行 这个会影响他的教义 但是呢 这个欧美的女生可能就不在乎这个 男生女生都OK 还可能更喜欢男生做 因为他这个力量大一些 所以大家一旦考虑到这个文化的多样性 要问一问啊 是这个男按摩师可以吗 女按摩师可以吗 这样的话 在做按摩会比较安全 也更文明礼貌一些 好 我们今天呢 对于单词呢 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再回忆一下 给大家回忆一下 Appropriately touch 适当的触摸 Dorsum light penis palplated 逐背触诊 Palplated lateral malleolus 触诊外怀 来 Palplated head of fibula 触诊肥骨头 Palplatin 锅窝 Palplated wrist lexus 触诊腕居肌 很好啊 Bone landmarks brachial plexus Bone landmarks brachial plexus 彼从神经的骨性标志 很好啊 回答的非常正确 Indangerment sight 危险区 危险区 Post check misalignment 自识错位 Palplation assessment 初诊评估 Palplation 出诊 Upright 直立 对 一样啊 能够理解到他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非常好 Posterior view 后视角度 后视角度 Postural 姿势 Jade 步态 Flat back 平背 Conserve all anxiety A 担心焦虑 Emotional release 情绪释放 Visual 视觉 Communication level 沟通水平 好 很好啊 我们单词呢 就先介绍到这儿